我大概想到一代他就說 民進黨執政不必也不會宣佈太多 宣佈那一天就有人 就拿了一個布條寫台肩滾出民進黨中央導播 我當時看了以後已經瞪了大了 我瞪了大是說他媽這個坐牢26年受盡苦難的事 我不是憤怒 我不是覺得他哪有這個膽量 政治原來我外公說的無情是可以到這個地步 那這當然是政治鬥爭 因為來對抗的人 當時是跟陳世偉有關的子弟兵 那可是他這個主張幫陳世偉當總統要解討 他不用去不談 幫蔡英文也解討 幫先生的賴清德也解討 你知道什麼叫政治的理想者嗎 他不只是坐牢 他是得到權力的時候 拿他的權力為他的理想付出 然後最後他又失去權力